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技能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來打 那我這邊就選擇用妖獸隊來挑戰了 那第一關是智殘 20% 那...它是一開始CD2還滿好心的喔 我們一開始就先累積一些新珠 好 這樣多累積一點 那接下來它就變1CD 那我們其實只要撐個3回合就夠了 危險的時刻只有3個回合 好 這邊再來補一次喔 這邊新珠就消一組一組就好 然後 多消一些雜珠 好 剩3顆 有5顆 還有5顆 好 那這個就是它最後一回合 最後一回合 最後一回合其實不補血沒關係喔 我們可以多省一次新珠 多省3顆新珠 我們可以不補血 然後就直接進到下一關 好 這邊剛好添這樣一組 好 加減補一下 好 第一關就這樣順利解決了 這邊一般的...一般的隊伍 可能會比較不好打一點喔 攻擊16000 還滿高的 那接下來第二關是越戰越強 2隻骷髏小兵 那...呃... 2隻CD會錯開 那...傷害...呃...是14000 一開始就14000喔 還滿痛的 那血量是60幾萬 那他們不會連擊 所以還好 滿安心的 他們攻擊最高最高會到4萬 我們這邊要速隊就...就沒在怕啦 那我們這邊稍微再來補個血 好 每回合都補個血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 那這邊它的攻擊那麼高 然後他們打自己反彈下去也會很痛 所以這邊...呃...技能可能沒...沒辦法存到太多 那來到第三關 第三關有點小麻煩 我們這邊技能要先存好 好 這邊都有存到...呃...妖素隊的組合技 那右邊那隻呢 它是無視減傷 然後攻擊是2萬喔 所以我們這邊...要先解決它 那這邊開組合技... 呃...5COMBO傷害不太夠啦 6COMBO應該就夠了 如果有消到6COMBO應該就打得死了 好 那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回合 這邊再打一下 那...記得它...解決它之後呢 一樣是整版會變成問號珠 然後消除不掉了 這個...我們等一下再來解決掉 那...呃...先...消...消完的同時呢 記一下版面 好 最後要留一顆新珠 好 最後只要記得你怎麼...呃... 怎麼消新珠就可以了 最後我們要蒙著這個問號版面呢 消一顆新珠 消一組新珠 好 我們消左邊那個新珠 然後開龍客 我這邊龍客帶的是三星妖精專用的這個...呃... 斬斬斬的龍客喔 那這邊我們就盡量消...大概消到7000分以上 呃...就可以整版變成強化珠 那就可以整版解除那個問號的狀態喔 好 這邊...呃...這邊7000分以上應該是沒問題 然後...而且這個還可以把某個屬性的符石轉成新珠喔 好 這個妖精的龍客還不錯用 好 那接下來...接下來我們可以稍微... 存一下技能 那記得要補個血 那攻擊力是ECD打8000 好 那我們這邊補個血 存個技能 克拉拉技能好了 那...我們希望能存到那個誰啊 存到...組合技的技能 但是應該沒辦法啦 應該是沒辦法 好 接下來...是狂暴 看一下組合技...好像還有幾CD欸 好像還有兩、三CD吧 欸 剩一CD 好 還差一CD就可以了 好 那麼我們這邊稍微... 呃...先不要攻擊到他 因為他會狂暴 好 這傢伙狂暴 狂暴之後攻擊力...呃...防律應該會變成20倍吧 一開始他的攻擊力只有460 那狂暴之後大概是...多少啊 8000多吧 大概9000 而且會連擊喔 大概是連擊 然後大概會打18000 那連擊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這邊就技能全開 然後一次把它解決掉 血量有340萬 還蠻多的 那我們這邊...呃...克拉拉沒得開 克拉拉先不用開 好 我們這邊記得先轉個新珠 那...這樣子 34567 哇 降了好多喔 好 補血量100萬 那一滿傷還是8倍 所以有打了800萬 好 沒問題 接下來來到最後一關 是一滿盾的暧昧 他攻擊力是18000 有點多啊 18000 那...呃...我們這邊技能都還剩一回合 所以應該沒問題 這邊記得消個新珠 那個...補血量兩倍的效果才會持續在 好 我們這邊最後7combo 把它...解決掉 補血量將近80萬 一滿傷害640萬啊 這邊要順利解決啦 這邊如果沒有妖術隊的話 我覺得會有點麻煩喔 一滿...血量那麼多 不太好打 這...這一關也算不太好打 不過有妖術隊的話 會...會輕鬆一點喔 那這邊就是所有的...我們的女神 女神的...呃...化妝舞會 化妝舞會 所有關卡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打完五關才會得到一顆魔法石 那這五關呢 基本上難度都滿高的喔 尤其是光屬性與暗屬性的關卡 這兩關難度還算滿高的 那這邊要打的話要...要準備一下 要思考一下隊伍 不太好打 那我這邊五關就順利全部結束掉啦 那我這邊...呃...沒有拿到skin的話 可以在這邊補拿一下 那拿到的話可以在這邊挑戰一下 順便拿一個肥料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關卡就到這邊結束囉 也祝大家順利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